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第九集 仍在睡觉 我就跪在他床前 在上师的枕头边禀告 上师就醒了 那时 清晨的太阳透过窗户 照在靠着枕头的马尔巴大师的头上 同时师母正拿了早餐进房来 马尔巴上师说 儿啊 你突然出关事和缘故 怕是中断魔障 快回去修订去 我就又重复将梦境和思念母亲的心情 禀告上师 上师说道 儿啊 你最初来的时候 曾经说过 不要乡里和家族的了 现在 你离开家乡已经这么多年了 即使回去 也不一定能够遇见你的母亲吧 至于其他的人 能不能够碰见 我也不敢说 你在卫赃住了很多年 又在我这里也住了很多年了 你如一定想回去 我可以让你走 你说你回乡之后 再回到我这里来 你虽然这样想 恐怕很难办到了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正值我在睡觉 这就是我们父子今生 不能再度相见的缘起啊 但是 太阳照着我的屋子 象征着你的叫法 将如朝阳一般照耀十方 尤其是太阳 正照着我的头顶 这是修传派的叫法 将得到发扬光大的缘起 达妹马 恰巧拿饮食进来 这表示 你将能以三昧定时养身 唉 现在我也只好让你走了 达妹马 请你准备一个好的会供 于是师母预备供养 上师建立曼陀罗 把空行儿传的成熟道表式灌顶 以及解脱 这闻所未闻的口诀 完全都传授给我了 上师道 这些口诀都是至尊纳诺巴 为我授记 叫我传给你的 你也应该根据空行母的授记 把这些口诀 传给最上根的弟子 直至第十三代 如果为了财宝 名利 或希望受人恭敬 或因为个人的偏爱 而传此法 那就违反了空行的誓语 所以 你应该特别谨慎珍惜这些口诛 好好的依决修行 若遇见有善根的弟子 纵然他非常的贫穷 没有任何物质的供养 也应该传给他灌顶口诀 而射受他以弘扬佛法 至于像蒂诺巴祖师 与纳诺巴大师的种种苦难 和我给你的种种折磨 这些方法 对于今后那些下根人 将会毫无利益 所以不可再用 现在即使是在印度 法行已是较前松懈了 所以今后在西藏 这种过于严格的方法 也不宜再用了 空行大法 一共有九部 我已经传了你四部 还有其他五部 以后在我的传承弟子中 将由一人到印度去 向纳诺巴的副传弟子 去求法 对众生将有大利益 你应该努力 去求这些法要 你心中也许会想 我很穷 有没有供养 上师是不是把口诀 完全都传给我呢 你不要有这种怀疑 要知道 我对于财物的供养 根本就不在意 你拿努力精进修行 来做供养 才是我真正欢喜的供养 你务必精进努力 建立成就的圣床 我已经把纳诺巴尊者的 不供法药 空行耳传的教育 统统传给你了 这些口诀 纳诺巴尊者 没有传给其他弟子 只是传授了我一个人 现在 我将这些口诀 传给你 好像将这一瓶水 倒在另一个瓶里一样 一滴无意 为了表明我的话 没有半句虚言或是过于不及 现在 我在上师与三世祝佛 本尊护法前立誓 说完 将手放在我的头顶上 说 儿啊 这一次 你要走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 但是 一切有违法 原是无常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休要急急地走 在这里再住几天 把所有的法药口诀 仔细地复习一下 有什么疑问便提出来 我可以替你解答 我遵从上师的意思 就又住了几天 把所有疑难之处 都弄清楚了 上师就说 大妹妈 准备一个好的会共轮 为秘勒送行 于是 师母就预备了 上师佛菩萨的供品 空行护法的食品 及金刚兄弟的供物 陈设了一个广大的会共轮 上师大显神通 忽而变成喜金刚 忽而变成上乐金刚 忽而又变成秘籍金刚 等本尊庄严神 剧足金刚灵 楚 轮 宝 莲花 宝剑等庄严 红白蓝 温厄红三字 放出无量光明 实现前所未显的种种神变 说道 这些都只是深深通而已 既是能够广大显现 还是虚妄幻境 没有多大的用处 今天为了给你 弥勒日巴送行 我才显现的 我眼见上师的功德 与祝福无异后 心中生出了 无量的欢喜之心 想道 我一定要努力修行 也得到与上师一样的神通 上师问道 你看见没有 生出决心没有 我说 看见了上师 不由我不生出决定的信心啊 我想努力修行 将来也可以得到与上师一样的神通 上师说 是啊 你应该好好地修行 记住我所指示的 助法如幻的传授 修如幻境 至于修行的处所 应该一只雪山的崖洞 俊贤的山谷和森林的深处 在这些山洞崖穴中 多甲的喜日山 是印度驻大成就者所加持的圣地 可以到那里去修行 那其雪山为二十四圣处之一 也是修行的圣地 芒域的八把山 八域的玉木贡惹 为华岩经上所授祭的圣地 亭日的巨八为户地空行母集会的地方 也是修行的圣地 其他任何无人的处所 顺缘巨足时也都可以修行 你应该在这些地方建起修行的圣床来 在东方驻圣地中 有德巴多蒂和咱日 现在因缘味道尚未现出 将来在你的说法中 将要有一批人才来在这些地方 发扬光大 你应该在上面所授祭的圣地去修行 要是得了成就 也就是对上师的供养 对父母的报恩 和对众生的利益 除了究竟成佛之外 任何事都不能算作最上的供养 究竟的报恩 和真实的利他事业 如果没有成就 纵然长寿百岁 也不过是活着多做一点罪恶而已 所以你要舍弃今生一切的贪酌 和对尘世的爱恋 莫与那些精精于世间俗物的人来往 莫谈无意思的闲话 要一心努力修行啊 上师一面说着 一面流下眼泪来 望着我慈悲地说道 儿啊 我们父子今生 再也不能见面了 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 你也不要忘记我 你若是能够照我所说的话去做 将来我们在清净空行的煞土中 一定会见面的 儿啊 你应该欢喜啊 将来你修行的时候 会发生气脉的严重障碍 到了那个时候 再把这个东西拆开来看 不到那个时候 切磨拆开 说着就给了我一件用蜡风好了的信 我那时把上师嘱咐的言语 紧紧地记在心头 上师的教育 对我实在有说不尽的利益 以后每每想起上师的教育 善心就会增长 修行就会有进步 上师的深恩真是说不尽啊 上师就对师母说 大妹马 你准备明天与弥勒大力送行啊 我心里虽然万分难过 我还是要去送他的 儿呀 今天晚上和我一起睡 让我们父子好好地谈谈话吧 当天晚上 我就在上师的房中伴着上师 师母也在一起 师母悲伤万分 不住地流泪 上师就说 大妹马 哭什么呀 他已经在上师面前 得了空性耳传的最深口诀 就要到牙洞里去修行了 有什么可哭的呢 众生的本性 原是佛性 由于无名的缘故 不但不能自证佛陀本觉 却冤枉地在痛苦中生 生死死 其实那些得了人身而不能遇见正法的人 那些人才是真正可悲的 那些人才是真正值得被痛苦的 你要为那些人哭的话 那么恐怕你一天到晚都要哭了 师母说 上师的话是对的 但是谁能够一天到晚都有这样的慈悲呀 我亲生的儿子 无论对事法出事法都聪慧以偿 对自他而立一定能够做广大的事业 但是他却死了 我心里已是万分的悲痛 现在这个繁琐主夫无所不听从 无丝毫过世的 有信心有智慧又有悲心的徒儿 也要与我生离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好徒儿 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 话未说完 眼泪已越流越多 最后索性嚎啕大哭起来了 我也忍不住痛哭起来 上师也不断地用手逝取他的泪珠 师徒三人相互依依不舍 悲伤无疑 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所以当晚实际上并没有能够谈什么话 第二天早晨 拿着会供的食品 师徒十三人送了我十几里路 路上大家心中都很惆怅凄凉 不胜惜别之情 到了法广坡 四方的远景都在墓下 大家就在山坡上坐下来 陈设会供轮 上师拉住我的手说 尔啊 你要到魏藏去了 藏地 萨尔玛等地方 强盗出没 非常厉害 我本来想派一个人送你去的 那里去 和他比较比较口诀 看看有什么差别 再从那里一直回家 在你的故乡只许住七天 以后就应该到山中去修行 以成就自立和利他的事业 于是师母就把为我设置的衣服 帽子 鞋子和路上用的干粮等等一起赐给我 含着眼泪说道 尔啊 这不过只是一点物质上的表示而已 这是我们母子今生 最后相聚的一刻了 我祝你一路平安 赐去圆满幸福 要发愿 我们母子二人 将来在无极沙土能够见面呢 师母说完了以后 又很悲哀地哭泣起来 送行的人也都陪着落下泪来 我前进的礼拜上师和师母 顶待尊足 师父和师母为我摩顶加持发愿之后 我们就分别了 我时不久回首 看见送行的人 大家都仍在不住地流泪 我简直不忍心再回头看 慢慢地山路回去 渐渐地看不见上师和师母了 当我走完了一段小路 渡过了一条小溪 回头一望时 虽然因为距离太远 看不大清楚 但仍可依稀看见上师和大众等 还舍不得我似的 向我走的这个方向凝视着 我黯然神伤 忍不住几乎想跑回去 但是一想 我已经得了圆满的口诀 只要不做非法的恶业 实时意念上师 顶待上师 也同与上师在一起 没有什么分别 将来在清净煞土中 一定会再遇到上师和师母的 这一次 先回家乡去看看母亲 再回来看上师 不也可以吗 于是努力正义住心中的悲哀 去到像鹅巴喇嘛的地方而来 见了鹅巴喇嘛 把他的口诀和我的做了一个比较 在密续的解释和说法的善巧方面 他比我强 可是在修行的口诀上 我绝不比他弱 特别是空行口传 我知道的却比他多 最后我向鹅巴喇嘛顶礼 法院以后就一直回自己的家乡了 十五天的路程 三天就走到了 我心里想 修气功的能力真伟大 惹穷巴又问 上师老人家 您回想以后 家乡的情形 是不是和梦中的预兆一样呢 究竟会见到你的母亲没有呢 尊者说 家中的情形 正如梦兆一样 我并没有遇见我的母亲 惹穷巴说 那么您回家以后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 在村子里先碰见些什么呀 我走到离家乡不远的时候 先是到村子上边的溪流旁边 从那里可以看见我的房子 附近有许多孩子正在那里牧羊 我就向他们说 朋友 请问你们那所大房子是谁家的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牧童说 那个房子叫四住八粮之家 房子里除了鬼以外 一个人影也没有 房子的主人是死了吗 还是到远地方去了呢 从前那家人是这个村庄里 最有钱的一家人 家中有一个独子 因为父亲早死 死的时候遗嘱没弄好 以至于他们的一切家产 都被亲戚们给夺去了 那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要求归还 可是亲戚们不肯还他 于是那个儿子发誓去学咒术 果然他后来放咒和降薄 杀死了很多的人 把这个村子害得很惨 我们村庄上的人都怕他的护发神 更不用说到他家去了 就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呢 我想现在那房子 恐怕只有那儿子的母亲的尸体 和鬼住在里面 他还有一个妹妹 那女孩穷的 抛弃了他母亲的尸体 不知道到哪去要犯了 至于那个儿子 是死是活 多少年来 一点消息都没有 听说那房子里面 还有许多经典 你要是胆大 你就进去看一看吧 这个事情 经过多少年了 她的母亲死了大约有八年了 放咒和降薄的事 我倒记得清楚 别的事都是我很小的时候 听人家说的 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我心里安详 村人们怕我的护发神 也许不敢害我 又知道母亲 确实是死了 妹妹到外乡流浪 醒起去了 心中无限的悲哀 在黄昏无人的时候 我独自跑到河边 痛哭了一场 天一黑 就走进村中 一切所见的情形 果然和梦中所见一样 外面的田庄上 长满了野草和荆棘 那金碧辉煌的房子和佛堂 现在都腐朽了 走进房子里面一看 正法宝鸡精 被漏下的雨水 淋得七零八落 墙上的污泥和鸟粪 也凌乱地溺落在上面 一步经 几乎变成老鼠和小鸟的窝巢了 看见这些 想起了从前 一阵欺然悲凉的感觉 窒息心头 走到进门处 看见一个似乎是土和破烂衣服 裹在一起的大土堆 上面长满了野草 我用手扒开土堆 发现里面有一大堆人骨头 起先心里感到一阵迷茫 忽然想起 这是母亲的尸骨 悲哀扼住了我的喉管 心中一阵剧痛 竟昏倒在地上 一会儿醒来 立即想起了上师的口诀 就观想把母亲的神识和自己的心 与口传上师的智慧心融合在一起 我将头枕在母亲的骨头上 身口意连一刹那都不散乱地映入大手印三枚 如是经过七昼夜 亲眼见到父亲和母亲都脱离了苦去 超生到净土中去了 七天以后 我从三昧定期 自细思量 所有轮回一切法都毫无实意 世间的一切实在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想就把母亲的骨头做一个佛像 把正法宝鸡精供养在佛像的面前 自己则决心到护马白亚窟 去不分昼夜地拼命修行 如果心不坚持 为世间的苦 乐 贫 负 悔 意 贵贱八风所动 宁愿自杀也不愿为其所诱惑 如果心中起了丝毫求安逸快乐之心 愿空情护法断取我的生命 这样屡次对自己发誓下了决心 最后把母亲的残骨收集好 把宝鸡精上面的鸟粪扫干净 发现雨淋损毁之处还不太多 自己还看得很清楚 便把母亲的骨头和宝鸡精一起背在背上 心中无限的凄凉 对轮回世间生出极端的出离心 绝迹舍弃世间去情修正法 我走出家门满心悲哀 一边行一边唱了一首 觉悟世间虚妄的歌 我一面唱一面走 走到从前教我识字的老师家里 可是那老师也已经去世了 我就把宝鸡精全部供养给他的儿子 说 这个精全部都供养你 请你把我母亲的残骨速成一尊佛像 老师的儿子说 不 你的精有护法神在背后 我不敢接受 速佛像的事我倒可以替你做 我说 你放心好了 这是我亲自供养你的 护法神不会来的 他说 这样吗 那我就放心了 于是他就帮助我把母亲的骨头速成佛像 行了开光礼安置在塔内 一切就绪之后 他很诚恳的对我说 请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吧 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说 我没有时间和你长谈 我 我急于要修行去了 他说 那么 就请你今天晚上在我这里住一宿 明天我还要供给你修行的资料 于是我就答应在他那里住一个晚上 他说 你年轻的时候修住法放咒术 现在学正法实在是稀有难得 将来一定可以有大成就的 请你告诉我 你遇见了怎样的一位上师 得了些什么法药呢 我就把最初依洪教喇嘛 得大圆满法 即以后遇见马尔巴上师等情 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他听了之后说 真是稀有难得 如此说来 你可以学马尔巴上师的榜样 自己弄一所房子 把你的未婚妻结赛 娶过来做太太 成绩上师的中风 不是很好吗 我说 马尔巴上师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 采取太太 我没有这样的力量 狮子跳跃的地方 兔子不自量力跟着去跳的话 一定会摔死的 何况 我对轮回世间又是极端的厌恶呢 在世上 除了上师的口诀和修行之外 其他的一切我都不要 我到牙洞里去修行 就是对上师的最好供养 是成绩上师的中风 也就是令上师欢喜的最好方法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也只有修行才能办到 朝度父母 也只有修行才能办到 自立 也必须有赖于修行 舍修行之外 别的事 我一概不知 也不愿管 更不发生兴趣 这次 我回到家乡 看见家园破坏 亲人亡散 使我深深的觉悟到 人生空患无常 人们拼命赚钱 千辛万苦成家之业的结果 也不过是一个幻梦 使我更生出了无比的出离之心 房屋就像火宅一样 许多没有受到人生痛苦的人 和那些忘掉 人生终要一死 以及死后轮回恶趣之苦的人 才会要寻求世间的快乐 但是 看透了人生的我 将不顾贫穷饥饿和他人的绩效 决心是要尽我的行受 为自己众生的一切利益 去修行的 家园的颓败 母王魅离的事实 基于我刻骨铭心的教训 深深体验到无常的真谛 我静不住 嘴里屡次发出 到深山修行去的呼声来 我内心的深处 也再三地下了最大的决心 绝迹 抛弃世间的一切享受 尽我的行受 终生去修行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 是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第九集 是由斯明和西文播讲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